Icy夢想家 我一直知道說哇阿凡達2號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就要播 所以我超級期待 因為我每一次看那個阿凡達 不管他裡面的整個場景啊布景還是人設 我都覺得這已經超乎了我一般在看電影的想像 為什麼提到阿凡達呢 因為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了一個重量級的來賓 這重量級來賓呢他其實是台灣人 但是呢他自己創立了公司 而且最了解他可以說是整個虛擬實境裡面的佼佼者 他甚至呢在很多的他一些藝術 不管是硬體或是軟體呢 都可以在一些電影或者甚至接下來的阿凡達2 都可以看到他的技術 說到這邊大家一定非常期待對不對 因為想到阿凡達2又想到哇 來自台灣的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就覺得實在是遙不可及 所以呢各位觀眾朋友們 用熱最熱烈的掌聲跟我一同來歡迎我們的Norman 同時也是Glassbox Technology的創辦人 Norman歡迎你 大家好 Norman 因為其實現在Norman人正在洛杉磯 他不在台灣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特別用視訊的方式呢 跟他來進行訪談 所以Norman我想要先問一下 我們先從輕鬆的開始聊好了 因為剛剛我們特別提到阿凡達2嘛 所以我想問一下說 接下來像這樣子阿凡達2電影 是不是很多裡面一些電影的虛擬的一些場景啊 或者是元素或者是攝影 其實都可以看到你們團隊的創作呢 我們公司主要是做技術 我們是提供技術的團隊去做拍攝 那在阿凡達2上面 其實我們具體參與到什麼程度 可能也要等到電影那個電影播放了之後 我們才能夠對外 對外講的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現在就是Top Secret就對了 哈哈哈 對就這種東西現在在 其實在美國都是這樣 我們大部分 我們在哪一部片上面提供什麼事情 一般來說都是要等到這部電影上映了之後 我們才有知會說 然後有一些東西呢 就算說電影上映了我們也不能說 好 這樣子也就是我們一個小圈圈裡面的那種秘密 OK 所以簡單來講 各位觀眾如果大家想要知道這個秘密的話呢 你要讓它從那個Pandora Box裡面跑出來的話 就記得要去買票要記得去看 然後到時候我們可能阿凡達2播出過後 我們再邀請Norman回到我們的節目 就大家就可以大聊這個技術了 好 但是我還是想特別問一下說 那至少我們回到一個核心點 就是虛擬對不對 因為我像說 可能過去在很多電影裡面 都有一些Virtual Production的一些元素在 所以可以先跟我聊一聊說 像你們Glassbox Technology 主要研發的技術是什麼樣子的技術 以及它所謂我們像提到一些VR啊 AR啊 這些元素概念又都是些什麼呢 Glassbox大致上我們有三個主要的技術 那它就是用 它就是剛好分佈在虛擬拍攝的幾個不同的環節 那其中一部分是專精於就是動作補咒跟表演補咒 對 就是你的面部跟你的身體怎麼把這個數據統籌起來 怎麼記錄起來 然後它後面要怎麼編輯 就是一個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我們現在 就是去虛擬化你攝影的一些 跟器材 包含攝影機 燈光 跟搖臂 那個 刀臨之類的這種東西 我們怎麼在 我們怎麼用技術的方式去模擬你們 就是 劇組在現場有的這些設備跟技術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呢 其實是一個數據統籌 跟一個資訊管理的東西 因為像現在我們做很多虛擬拍攝 無論是在綠幕、藍幕 還是都在LED、矩幕上面拍攝 其實它很多 就是相對傳統的拍攝來講 它有很大量的虛擬場景的數據 那這些數據就是要被保存的 而且它可能要從很多的地方 它在拍攝的現場 它很多這些數據要能夠被用在後製 所以說 這個數據的統籌、同步跟管理 就是我們的第三個重點 所以簡單來說 它整個production的 我們可以把它分為三大重點 第一個是您剛剛特別提到的一個動作捕捉 然後第二個可能就是虛擬攝影 第三個呢 可就是一個數據的統籌 這樣子對嗎? 對沒錯 OK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想問一下動作捕捉到底是什麼 因為像有的時候 我不曉得說 所謂動作捕捉是說 有時候我們可能看 假如說電玩也好啊 或者是一些 Animation也好 可能一些裡面的人物 他們在做很多一些動作啊 或者是跳舞啊 或者是可能在 反正就很多一些動作 它非常逼真 這個就是真實的 真實我們自己在做這個技術 它就是一個動作捕捉概念 這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嗎? 沒有問題 其實動作捕捉它還有一個延伸叫做表演捕捉 那我們今天其實就概觀的以表演捕捉來講 那表演捕捉大致上就是說它跟動作捕捉的差別就是它有另外一個捕捉面部的表情 所以就叫做表演捕捉 對 那整體無論是動捕還是動捕捉 這整個東西呢 它的核心就是我們怎麼把一個演員的肢體動作 面部表情 數位化 讓它變成是可以去驅動一個虛擬的角色 那對 那這樣子我們一般來說這種也分幾種不同的 它其實如果說我們就是驅動就是用人去驅動人的話 那這個就比較直觀 那它一般來說我們就會叫做表演捕捉 但是在另外一種它還有另外一種運用叫做數位人偶 Digital Puppetry 那Puppetry就是那種娃娃就是你是用 你可以是用用繩子去控制或者是你可以用機械去控制 那Digital Puppetry它的意思就是說你用你肢體的動作跟表情 去驅動非人的一個動物的這個表情跟動作 那像HAPPY裡面的那個紅龍 它當初呢就是那個Benedict Cumberbunch 它就是用它的身體跟它的 因為它就是一面爬 然後一面去表演去念它的台詞 所以說他們到後面就是把他的肢體的動作呢 把它轉移到這個龍的身上 讓它感覺起來是有一個人一個意志在後面去驅動它 那另外一個例子就有點像最近的那個哥吉拉 就哥吉拉大戰金剛的前一部那個怪物之王 它其中有三頭龍有沒有 有有有 那那三頭龍其實是三個動部演員表演的 嗯 對 如果說你們找一些幕後花絮的話 其實都還可以找到這些應該可以找到一些這個部分 那它因為它有三個頭 然後它又要讓三個頭感覺起來是獨立的一個意志 所以說他們當初在拍攝的時候就找了三個不同的動部演員 然後由他們的從他們的肢體跟面部的表情裡面去讓它變成透過特效的這個詮釋 就是讓你感覺到說這個怪這個三頭龍 它是它的三個頭都是有獨立的意志 欸我覺得這很有趣耶 因為其實像剛剛我們特別提到了像哈比人嘛 像我想問一下說 那像我們一般很多人之前可能會去看那個魔界 那個Golum它是不是其實背後也是一個動作捕捉的概念 對 Golum它其實是它不只是動作捕捉 它也是全套的標語捕捉 所以就是這個技術呢 它其實大致上是從2000年的太空戰士 就Final Fantasy那邊開始 是 Final Fantasy然後還有就是魔界 然後從那個地方發跡了之後才開始往北極推快車 然後阿凡達 Real Steel 有這幾個就是它是一路這個技術是像這樣子成長出來 所以 到現在 所以簡單來說其實動作捕捉它很重要 因為它其實結合了我們的人 我們現實生活中人類的一些肢體動作 還有表情動作 然後呢我們再把它利用技術 我們再把它投射到可能一個非人類的一個puppet 或是一個非人類的一個我們說有些電影可能是怪獸也好啊 或者是像可能是Golum也好這一種就是非人類的這個玩偶 非人類的動畫再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是動作捕捉的概念 那剛剛您提到第二個核心點我覺得也很有趣 虛擬攝影對吧 所以虛擬攝影到底是什麼 通常我們一般想到攝影可能就是拍照啊 然後拍影片然後你在拍的同時 鏡頭在拍的同時就是這個場景 虛擬攝影到底又是什麼呢 虛擬攝影它其實它的概念就是說今天我們怎麼用技術去模擬一台攝影機 就是說一個實體的攝影機它是有一個感光部件 然後有一個鏡頭 然後鏡頭光進到鏡頭之後再進到攝影機的那個那個感光器上面 然後它再變成影像 然後這影像再傳輸出來讓我們看到 那現在如果說你今天就想像我是在拍阿凡達 那你不可能去潘朵拉這個地方去取實機 那你也不可能去真正搭一個龐大的一個樹林去取實機 所以說它所有的這些景都是虛的 那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導演或是你是一個攝影師 那你要在這一個虛擬的環境裡面運進 你要怎麼去做到 那答案就是透過虛擬攝影機 那虛擬攝影機呢它就是一個模擬實體攝影機的一個技術 它在裡面它就是它會渲染出一個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沒有頭盔的VR 沒有頭盔的VR 對沒有頭盔的VR 它像是一個窗戶一樣 然後這個窗戶你透過這個窗戶看過去 你看到的不是空無一物的一個場景 而是你好像身體情境的到了潘朵拉 然後它上面也會模擬這種虛擬攝影機在上面 會模擬很多實體攝影機材料的東西 比如說焦距啦 比如說它的視角啦 然後一些那種景深的一些模擬 甚至於是那種光學的一些 一些像flare, bokeh 這種類型的一些光學的那個特性 就是因為甚至於就是有點像說就是光學的不完美 因為我們實體的攝影會有很多因為實體限制所造成的瑕疵 對 例如像濕焦這個東西 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光學特性上面的一個不完美 那我們在渲染一個虛擬影像的時候 其實所謂的景深跟濕焦這些東西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們就是用科技的方式去模擬了實體攝影機跟實體鏡頭 會碰到的這些這些效果 然後讓導演能夠了解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說這一幕是用一個30厘米的鏡頭 然後我的焦距大概在哪裡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可能要補上多少燈光 我才能夠得到我要的效果 所以虛擬攝影大致上你就可以這樣去理解 它就是用技術去模擬說 在虛擬環境裡面的攝影機 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東西 好 那Norman 我聽到這邊 我還是有一點點的confused 就是我覺得一般的聽眾 可能聽完過後 可能有一些概念 但又不是很清楚 所以可不可以再幫我們進一步的解釋一下 好我們說虛擬攝影好了 假如就像您剛剛特別提到了 阿凡達的場景啊 這個Pandora 這個地方 絕對不是說我們今天去一個大的森林 或者是我們去一個畫出來的一個布景 這可能就是你要虛擬進入 生日期盡進入那個地方 所以是所謂的虛擬攝影是說 當我今天攝影師在看這個 假如說在看這個camera看進去的時候 我自然而然就會看得到那個場景嗎 在另外一端 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對 對 就是就像我剛剛說 它是一個沒有頭盔的VR 所以它透過它的螢幕看到的影像 就是這個虛擬環境裡面的影像 然後它可以去調它的焦距 可以調它的光圈 就像它操作一台真的攝影機一樣 然後這個虛擬攝影機 它就會去印它會去 它會去模擬你一個實體攝影機會看到的樣子 所以說隨著你的根膠師去改變它的焦平面的距離 它就同時會有整個這個效果 它的虛擬攝影機也會看到這個效果 哇 我覺得這效果真的很厲害很不簡單耶 因為現在因為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可能看到很多不管是卡通可能太遠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可能是像一些3D 或者是一些虛擬實境的一些布景等等 其實很多地方就是慢慢的 也都是用這種虛擬攝影的方式給做出來 像我 我可能以為我還 但是現在應該還是很多時候 都還是用綠Key布景吧 那這個差別又在哪裡呢 因為像假如過去我們可能就是在一個場合 像我現在好了 我現在其實背面就是一個綠色的布景 但是各位觀眾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我旁邊呢 可能是整個後面你看 IC夢想家的整個這個城市啊 然後後面這邊可能又會有一個特別的一個螢幕啊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個虛擬的空間 但是我背後是一個綠Key 那這個綠Key跟你現在說的虛擬攝影差別到底在哪裡 其實它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就這樣你只要想想 今天如果說像你現在是對著一台攝影機 就是在拍攝影機嘛 然後你背後是一個綠幕 那今天你正在拍攝你的攝影機 它有很多參數在裡面 譬如說它的攝影機 它的攝影機的那個sensor是多大 它的那個aspect ratio是多少 是寬是高或是什麼 它的顏色它的色域是什麼 然後你現在拍攝你的這個鏡頭 它的焦距是多少 它是一個變焦鏡頭變焦鏡頭 它的光圈是開到什麼程度之類之類的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把所有攝影機的這些參數 物理參數數位化 就有點像我們剛剛講到動作補助或表演補助 是把人的肢體跟表情數位化 那虛擬攝影機它就是把實體攝影機的這些各種參數去數位化 所以說我可以生成一個完美跟你實體攝影機所拍攝到的影像 是完美匹配的一個影像 那今天如果說我剛好我現在剛好就是有攝影機的影像 然後我又有虛擬攝影機的影像 那我就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我把它結合在一起的這個過程呢 就是大家可能會有一些人覺得說這叫做AR 尤其是從電視台出來的時候他們會說這是AR 但是從我們的角度就是從阿凡達這一段時間 就是一直沿用到現在的 我們這種東西又叫做同步攝影 OK SIMOcam 那為什麼叫SIMOcam 就是因為我同時有一台實體攝影機產出一個影像 然後我有一個虛擬攝影機產出一個相對應的影像 所以它是同步的 就是同步放在一起來執行就對了 然後我後面再把它結合在一起 它就變成了 我就基本上可以看到一個完美的實景跟虛景可以相結合 融合在一起的一個場景就對了 所以這真的聽到這邊真的 為什麼我覺得我們一般聽的話很有感 因為其實我們對這技術完全不了解 你們才是這方面的專家佼佼者 但我們自己聽了很有感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 因為我們過去看太多電影 或者是很多慢慢的一些電影都技術可能都是 算是雷同 或者是我們可能 Norman剛剛在講的我們可能在過去看電影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說到這邊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哇這個Norman不簡單喔 應該是物理系啊 還是數學系啦 機械系啦 但答案都不是 所以呢待會兒Norman就要好好跟我們聊一聊它的背景 以及它是如何轉戰到這個虛擬技術的整個心路歷程 所以呢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IC夢想家馬上回來喔 IC夢想家由鴻海集團贊助播出